老爸 最近我手頭比較緊 拿著兩萬元去過年 你不是剛打工回來嗎? 做什麼喜歡拿錢去過年? 計稅這麼多工資 打盤麻雀也不夠 我聽說你們公司的日幅 每個月賺成兩萬元 你為什麼跟別人差距這麼遠? 他是出去做兼職的 日頭上班晚刻做鴨 為什麼你不出去兼職做鴨? 老爸 你兒子我清賣都沒有一百斤 平時安妞都要付長 如果我出去做鴨的話 恐怕今年過年都回不了 還有 做鴨賺一百元要抽稅五十元給老闆 這麼虧我才不做 不想幫老闆賺錢? 那有本事你自己出去做老闆 我又沒錢又沒本事 何況做生意是有風險的 萬一虧了的話就全家富貴的 上班就怕辛苦 做生意就怕虧本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不奮鬥的話 你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 如果我當年不是努力搬磚的話 你老母就是人家的了 如果我和你老母當年 不慢慢加班加電會生出你嗎? 如果我不是日日出去收爛 和爛鐵會養到你這麼大嗎? 個個都是普通人 你奮鬥成功了 你就是有錢人 你奮鬥失敗了 但不要從頭追來 如果你不奮鬥的話 你一生就這樣彎了 你明白嗎? 不怕 我還有老爸你 你這個廢柴 老爸老母給你的是背景 自己打下來的才叫江山 明白嗎? 你都三十幾歲人 壓老爸著老母 除了這樣 你還有什麼本事?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 溝女厲害 托你這個界 一日倒黑掛著溝女 廢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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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嗎?